大家好,欢迎收听职牙心理学 学习新思维 我是亮正老师 我是佳娜 你足够社会化了吗? 很多人其实不喜欢听到社会化这三个字 觉得社会化好像就是要做一些客套又虚伪的事情 但是其实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人在抱怨说 有些人就是不够社会化 所以其实就处处就很白目 总是造成别人的困扰 所以到底社会化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要正向解读还是要负向解读 而在职场上面我们到底能不能够做自己呢? 这个题目真的是 如果你去维基百科查 你就会发现它涵盖了很多学科 对啊,社会化到底是什么? 他就是要提到那个socialization 这个字是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 与教育学范畴的名词 意志、人类学习、继承各种社会规范、传统意识形态等 这件事情真的回答不出来 对,我们实义生问这个问题 一听就知道是学心理学的 因为他其实是在问的 倒不是社会化本身是什么啦 他反而想知道是人怎么社会化的 对,人到底是如何可以让自己知道 某些事情该做某些事情不该做 对,因为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会想知道这个问题 他就说因为他怕毕业之后 出社会被别人说 他怎么还没有社会化这样的 对啊,这其实是很有趣的啦 事实上如果我们从 我自己个人看待这件事 如果我们不是在探讨社会化这件事 就刚刚练的那一堆定义 我们在探讨是人如何 让自己开始进到那个社会化的历程 对 那其实那跟学习是脱离不了关系的 所以其实这是主动学来的吗? 基本上除非你不愿意融入那个群体中 对,所以你看回到更原始的 原始人类 就我们那个几万年前的老祖宗 对,他们如果各自在洞穴里面生活 他有社会化的需求嘛 所以一定是我们变成一个群体 就是足够变成一个社会的情境之下 才会开始学 大家一起学习这件事 是啊,因为他们可能刚开始是自己 后来开始有一群人出去打猎 那一定会有开始分工 对 因为有的人要负责去警戒 要看看有没有别的动物过来要吃你 那有的人要负责去围捕 有的人要负责什么 那回去之后他可能要把这些猎道的东西 要开始去 要清晰 那其实他就开始出现分工合作 那事实上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 有一个人一直在旁边 网路上也有一个影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你说有一个人超过来在装忙 大家在搬东西 他就一直跑来跑去 做一些假动作 然后他最忙了 那也很社会话 那很社会话 他知道他要这样 他不能坐在旁边看 是的,没有错 对,他如果是不这样做 他就会没办法在那个群体存在 所以其实没有一定说我要毕业 出社会才在社会话 我其实一出生 我只要开始跟这个社会接触 我就在社会话 基本上很容易受影响 事实上这个又牵扯到另外一个 我觉得跟那个叫 镜像神经元有关 我们的大脑里面有镜像神经元 就是因为他其实是从那个 观察那个猴子的那个 实验室里面发现 应该讲灵场类动物 会有那个模仿的动作 而且是不经意的 我们看了别人做什么事 我们会模仿 做这些事 模仿其实也是一种 是啊,对 所以我们进到一个场域 很陌生 那你要怎么自处 先看别人怎么做 你会看别人怎么做 所以你就会去展现出 跟别人一样的行为 那为什么我会知道要展现 因为我们有一个叫 镜像神经元 我们会去模仿别人做的那个事情 那甚至镜像神经元 他还有一个是 当别人做什么事情 得到的回应 我们会感受到 真的是一种求生的本质 我们会感受得到 他这样做 然后被赞赏我 凶欧落 那我也 我周围也会讲 譬如说有人起来 然后跟主管虚航问暖 主管没开言笑 那我就学到了 我也要这样子做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职场的社会化 应该就是在某个职场开始 可是人类的社会化 如果就我的标准来看 他应该会从强保的时候就开始 那为什么社会化最近都会 也不是最近 就是会被贴上一个不好的标签 就说有些人就是很虚伪啊 很假啊 这样子 就是 就为什么会被变成这样子 那应该是跟那个某一些 社会场域啦 那一些需要你社会化的行为举止 是比较不是你认同的啦 或者是大家认同的 所以其实社会化会负面 也许是因为你所待的那个社会 他们的模式是你不喜欢的 对对 或者是 对或者是 他就是一个很独特的一种模式 或者叫一种生态 那这个生态 并不是一个可以代表整体嘛 那那个主流那一块 并不是觉得那个很好 嗯 或者是说好吧 他也算是某一种主流好了 对但是那种主流 对于某些人来讲 就会是一个很痛苦适应的历程 对因为讲到适应 就是有些人他就是很快就能社会化 他就很能适应 有些人就是怎么样都不能适应 这是为什么 所以他不是在网路上面偶尔都会有说 那个叫生存指数很高 求生欲望 是求生欲望很高 求生欲望很高 对 我觉得这个可以拿来比喻这个事啊 求生欲望 我会认为有些的求生欲望 或者是他的求生需求 求生需求是很高的 那当然这是比较从求生的角度 那有另外一种我认为是成就导向 成就 就是很希望自己有所成就 求生需求 求生欲望是为了生存 成就需求是为了让自己 更上一层楼或叫飞黄腾达 光耀门美 所以他会认为这样的方式是可以帮助他 对 确实我们看过 在职场上看过这样的人啊 对啊有些人就是好厉害 他那个交际手腕 对啊就会让很多人不是那么认同 对 会成为茶欲饭后说 你看他就是那么厉害啊 或者说 会有一些当事人本身 并不是这样 但是旁边观察的人 或者是其他没有在那个圈子里面的人 就会有很多种诠释啊 所以老师你觉得假如他今天 职场上社会化越高的人 他真的有办法拿到越高的成就吗 这也是一个好难回答的问题 但基本上 嗯 你这样问这个问题 我现在想 好像真的是欸 嗯 好像真的是 好像真的是欸 对你说那个 通常我们如果说社会化不足 我们都会讲他现实感不够嘛 然后我们甚至会讲说 这个人叫什么敬酒不喝喝罚酒 对对对 然后或者是什么白目嘛 或者是给你一条路走 你都不愿意走嘛 或者是怎样这样这样 不是嘛 都会有一堆这种这种事情 真的这些真的就是也可以这样解释 不是嘛 那不只是现实世界 你在电影啊电视剧啊 好像你都有这样的场景 就是通常那种很厉害的 很上层的 他们就是情绪都不会显露出来 他应该是不会让那种 任何事情都笑得出来 他应该是很少让那种 嫉恶如仇的那种 然后那最后只是 大家很开心很振奋而已 但他永远都是那种角色 你会发现 对 真的 然后还是很好啊 那种他铲除的那些人 然后他最后会说 坏人永远不绝 哦 那所谓坏人他们就会认为 那种就是啊 超级社会化的 在那里搞那些 很social的事情 很那种的 邪群成派的 他到一个很正向的顶端 其实会让人家觉得很舒服 他其实不会让人家觉得很假白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他会觉得跟你相处 就是你都可以去 我个人认为 不应该把社会化贴上 评价或者好坏标签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历程 就像刚刚定义讲 他就是一个适应的历程 但是不太应该会去说 你有社会化 会有一个叫做 好跟不好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今天 真的在职场上遇到一些人 你觉得他真的就是 到现在都还社会化不足的 有这个现象的话 他是不是就不会改变 一定要靠先有一个自我觉察 那通常当然 蛮常建议的都会说 进到某一个场域 可能最好先找一些 可以找到那种愿意 coaching他的资深同仁 或者是主管 就带着他 但如果他自己内心 假如有一个反抗 就是说 就是不想要被这个社会 把你的菱角磨得很圆 让你失去自我 失去自己的形状 真的会有 现在 那他就会自己变成 很独特的一个人物 存在 然后他有的人很有才能的 他也许还是自己有办法 可以生存 但你有没有发现 他跟其他的那种界面 中间可能都会有一个 agent 有个代理人 哦 懂懂懂 但是我还是这个情况 但是我跟这个世界的社会 还是要交流吗 对对 他会有人帮他 然后那个人其实是理解他 懂懂懂 他会懂他 然后他也容忍他 然后他信任他 就是那位很独特的人 他很信任这个agent 这个代理人 然后这个代理人是理解他 甚至也觉得欣赏他 因为我做不到 因为我也很想像你 但是我没有办法 我可能 我要孤家 我要干嘛 因为很多人有很多种 对 有很多种原因 我即便非常想像你 但我没有办法做到 但是我 就是一些脾气很难搞的大师 但他可能底下还是 就会有一些助手 帮他去做一些交集 但是我就是很 我就是很欣赏你这样 我愿意帮你跟外部的人接洽 因为他就是真的很有才能 然后他的这些才能 的确对别人是有需求的 所以很多人还是得容忍 如果说他本身自己跑去 那个场域当中 那一定都是冲突 所以如果说他不想要 这么多的交易英雄 但是他某个专业能力 到达一个顶标的时候 他一样也可以生存的下来 对 就是他自己有办法 产生某一种可交换的价值 我们倒不一定说专业能力 我真的觉得就是可交换价值 除非他是可以自给自主 然后就可以公更于南洋 他不需要社会 对 他就自己在一个地方 然后他就是跟天为什么 地为什么 花为什么 草为什么 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可以不需要跟其他的 像古代那些诗人嘛 对不对 就很厌世 他不想被社会化 就跑去写诗 厌世 是吗 那种称为厌世 应该讲不屑 对 他就是觉得 我不太想让我自己变成跟你们一样 是这样子 那这个很容易被人家讲 叫社会化不足 对啊 但其实刚刚讲 如果说社会化不要去把他定义 说震下来的父亲 他其实就是一个行为吧 我有没有需要这样子做 其实也是 对啊 所以其实如果有的 比较不够社会化 或者社会化不足 那也得看那个 他发生的原因 譬如说他是一种 自主这样的情况 就我们刚刚的例子是这样 那有一种是不会 就看他的环境来 对 他就是不会 那或者是不懂得怎么社会化 那其实确实就 如果有人带他会快一点 他就会比较知道 原来这个事情要讲 原来那个事情要讲 那你说如果回到最源头 我们学生所讲的疑惑 比如说如果说有人来 那我什么时候应该要知道 要站起来 对啊 我什么时候要讲什么话 然后我要做哪些动作 这样子的 这个应该不会是只有在 市场才会有的 那应该就是从那个家庭 教育时期就开始 学校 而且每一个国家有不同的文化 其实这些真的是 要一直学习 礼貌的力量 对 对 社会化里面其中有一项 会是这个 所以人在社会化的过程 就是在学习 就刚刚老师讲 它是一个学习历程 那我们是认为说 学习什么呢 其实就学习成为一个 你自己觉得是更好的自己 社会化可以让你在社会上 更有影响力 有更多的资源 也可以有更多的人 愿意跟你一起合作 那你也可以得到更多的成长 那有些人对于社会化 会有一些 好像是一些负面的一些想法 那或许是因为 在这个过程中 有些人会忘记自己 他觉得社会化 就是不断的在 为别人而改变 这样子 那其实这样很可惜 因为我们说社会化 其实并不会去说 它就是好还是坏 它其实就是一个行为 最终还是取决于在你自己身上 没有错 其实我觉得自我认同 或者叫自我概念的认同 基本上这件事情跟社会化之间 到底关联性是这样 这个是可以再另外值得去探究的 以我们生涯发展理论的SUPER 它所提出的自我概念发展的过程 那就是自己跟环境互动的结果 所以环境是不可能少掉那个角色的 就是我可以在这个环境上面很有社会 但是我还是我自己 我的价值不会因为我就是社会化这些行为 而造成 会有一块 环境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到了一个阶段 你自己最后做了某种决定 或者是叫认同的认定 那它其实就会被固著起来 叫SELF CONCEPT 它会被固著 对 就是我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个是指那个SELF 那个SELF本身应该会在 identify之后它就停了 所以其实会让人家对于社会化这件事情 产生贬义 就是不好的 我个人就会认为 会有这种感受的人都会是 我要表现的那个行为 跟我认同的 我这个人应该可以展现的行为是不一致 对 所以他就会觉得我何需要这样 那可是后来想一想 就会说为了我要五斗米折腰 对 所以他就会觉得 社会化这件事情是很糟糕的事 但是他并没有去思考说 其实这个很可能是某一种 叫做让这个社会可以 在某一种默契的规范下运作的规则 对 所以其实 他不会是一个很完美的状态 他也不会是一个可以满足 每一个人的标准的一种社会 有些人的确会对于社会化这件事情 是抱持的比较不是这么正面的评价 因为他会认为那个最后的适应 结果是我不喜欢的样子 但是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就是因为必须这样 我才能够让自己适应 才可以往下去推动 推动我自己的事情 对 推动我自己的事 那个中间其实就没什么不好 就像也回应你刚讲说 在这个过程只是说 有可能会出现那个叫冲突 或叫迷失 那就让自己保持亲民 亲民的状态 就是我们自己要随时可以有一种 透过反思的做法 或者是其他人的一些回馈等等的方式 让自己一段时间就把这些杂讯给清除一下 然后我们就常讲 就是你要重新去做一些download 然后把它burn out掉 然后我再来重新启动 restart 不是很多时候都会是这样讲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本身那个字 它没有好坏 就看说我们要怎么去看待它 以及怎么样子去定义它这样子 这是我的看法 你也听听看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欢迎留言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可以引发大家各种讨论 因为这是来自于我们 即将要进入社会的 新鲜人 对 而且我们是台湾未来的栋梁 给他一些建议吧 对 他所问到 其实我觉得会问这问题的青年 我们都应该要值得鼓励 因为代表他们有觉察到这件事情 那事实上我也认为 应该有看到一些他可能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愿意做 那为什么你们这些大人都要这样子做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 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探究的议题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去想这件事 久而久之就会认为 他好像就是理所当然 一定要这样做 事实上不见得是一定是理所当然 好 那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大家可以帮我们分享 谢谢各位的收听 指甲心理学 我们下集见 拜拜